民进党2024立委选战 采取了民主大联盟的策略 布局监困选区 今天在终植会议上通过证照 杨明焦大特病教授林志杰征战新竹市 而北农前总经理吴英宁出展彰化第三选区 北市大安区则是跟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来合作 力拼选票极大化 但是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开了第一枪 怒呛党中央这个礼让人选他不认同也无法支持 而同样积极争取提名的国际部主任谢佩芬 则是说他的心情相当复杂 立委坚困选区的征兆民进党主席 赖清德拍板民主大联盟新颇名单 台北市大安区立委跟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合作 彰化线第三选区 由北农前总经理吴英宁对决国民党立委谢一凤 行主事则是征兆扬阳明焦大特聘教授林志杰 民进党持续推动民主大联盟 寻过往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的原则 来进行社会更广更多的连结 采取合作联盟方式 以争取最大胜选为目标 不过里让苗博雅党内有反弹意见 在立市议员简淑培发文痛批 和遗憾基层声音跟努力 党中央还是听不到 对于大安区立委 里让人选不认同也无法支持 同样及其争取提名的国际部主任谢佩芬 也叹息心情很复杂 去年我也没有参选议员 就是原本是希望说能够代表党再战一次 所以现在心情确实是蛮复杂的 我自己作为民进党的这个从政者 当然是一定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那我当然也会尽我的最大诚意 来跟所有大安区的前辈跟先进来争取支持 党高层认为苗博亚总体声量非常高 也有地方经营能量 可以扩大民进党选票基础 透过结盟要争取更多支持 但不提自家人如何整合绿营基层 想在大安区图为是一大考验 记者下面你们好台北报导